哎 结婚邻居们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今天是我大姐夫和大姐的 结婚纪念日 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两位主角到现在没回来 哎呀 我真受不了 等会儿啊 给你们一个惊喜 媳妇儿 来吧 亮个相呗 哎呀 媳妇儿没事啊 我没事 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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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我的天哪 哎 看看邻居们 我媳妇儿这裙子怎么样啊 两千块钱 哎呀 我的天哪 穿在我媳妇儿这身上 这这这这太漂亮了 哎 一会儿大姐回来 看见你这衣裳 我都不知道她会怎么样 哎呦 哎 你说大姐大姐夫 在这点儿了 怎么还不回来呢 你说 你着啥急啊 又不是咱俩结婚纪念日 还真是的 真是皇上不及太监急 我说 谁是太监呐 我是太监呐 娘娘您请 哎呀 哎 媳妇儿 哎 你说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大姐夫给大姐能买点什么呢 我觉着吧 嗯 最起码得给我大姐弄身像样的衣服吧 她 吓我一跳 我的妈呀 她能像我一样给你买两千块钱的衣服啊 哎呀 快拉倒吧 哎 一会儿啊 肯定是这个场景 我媳妇儿穿这漂亮的裙子往这一站 光鲜亮丽 我大姐 我大姐往这一站 那肯定是破破烂烂 我 我往我媳妇儿身边一站 那就是 趾高气痒 我大姐夫往这一站 那哭个稀烂 哎哎哎哎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哈哈哈哈 秦师傅 哎 你小子挺烟呐 我咋的了 你给我花两千块钱买这儿衣服 合计是变相的挤对我大姐夫呢 是不 你看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我是那样人吗 街坊邻居们我是那样人吗 是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哈哈哈哈 哎媳妇儿 来来来来来 哎 把这花拿上 干啥这么给大姐的 我给你照个相 你看看你多漂亮 回来啦 我给你照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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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照�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哎呦哎呦 哎呦真是亮瞎了我的双眼 哎来来来站一块站一块 哎哥姐俩往这一站 那是这个游戏啊 大家来找茬 哎我找着茬了啊 看见没有 我媳妇这是花 我大姐爆米花 哎我媳妇这是看的 我大姐这是吃的 大姐你赢了你实惠 实惠吧 哎 这裙子啊 你大姐夫买的 哎呦 两千块 哎呦 我没想到我大姐夫 哎吐血了这回事 什么吐血呀 对他来说啊 那叫放血 大姐夫说了 生活要踏实 浪漫要真实 过日子就要像我的身材一样 经济实惠有品味 顿氏丰满有内涵 哇 看见了吗前世发 哎 我大姐夫这儿八姐的时候 比你大方多了 打乱了我的计划吗这不是 我回来了 看见了吗有钱 行行行行大姐夫啊啊啊 还真是我这回真是小看你了啊 我的人生格言是 两千 我愿意为老婆花钱的男人 不是好物业 哎呦 怎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是 两千块钱都敢往大姐身上拍 你真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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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哎呦哎呦 亮瞎了我的双眼 来来来 你们竟然往起义站啊 那就是一个游戏的名称啊 大家来找茬 嗯 天天爱消除 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好看 哎 姐 是不是对门商场买的 对呀 啊 你那也是吧 那当然是了 两千块钱啊 一开始卖两千 后来我跟他说 别别别别别 十 走走走 什么呀这是这么多的 做饭你 做饭做饭啊 这结婚纪念日 你你不得做这好吃 放弃你看 我都买好了 媳妇我做饭去了啊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你今天啊啥也别干 啊 你就歇着 你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 穿着衣服显摆好 我的人生格言是 不让老婆干活的男人 才是好物业 行了 老婆我做饭去了 哎呦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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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你这一进门这两句格言 可以在咱们家门口贴个对联 怎么呢 上联是 舍得给媳妇花钱的男人 那才是个好物业 下联是 不舍得让媳妇干活的男人 那才是个好物业 横批你永远都是个物业 这啥 行啦 我做饭去了 我去吧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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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我了个去 我去什么我去我不会 我就知道你光说我不干 对 我大姐夫这回可真是让我刮木箱 肃然起 肃然起啊 我是啊 一个吃大葱都舍不得蘸酱的人 今天居然买酱了 一个两块钱都舍不得坐公交车的人 今天居然打地回来了 我受不了这样 其实啊 我不想他给我买这么贵的裙子 可我跟他说呀 他就是不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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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嘴 嘴上这么说 心里美着呢 这真没意思 你这人 大姐 你这裙子确定是我大姐夫在商场给你买的吗 是啊 前师傅 陪我大姐聊着 我看大姐又做什么好吃的了 嗨 你你你啊 大姐夫 哎 问你个事啊 你说 我大姐那衣服是你从商场买的 对呀 咱们对面商城买的 花多少钱呢 两千 嗯 我就知道马不过你 我跟你说啊 原价两千 人家商城大折 最后砍到一千八 你大姐不让跟你说 这不是怕妹夫看不起男吗 你再想想花多少钱买的 一千七百五 再使劲想想花多少钱买的 一千七百二十五 大姐夫 我大姐好骗 我可不好骗 我曾经卖过服装 知道吗 一看那衣服就不是两千块钱的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是两千 是一千七百二十五 二十五还差不多吧 啥二十五 二十五 你都买不了 大姐夫 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啊 我大姐多实惠啊 你跟她说啥她就信啥 那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 你怎么还骗的是牌子呢 你说都万一出去跟人显摆去 到时候让人家识破了多磕着呢 啥地摊货呀 这商城买的 怎么地摊货呢 你这下子 嘿 以前挺实在 你现在怎么地了 我咋了我呀 喂喂喂喂 怎么了这是啊 二米粒啊 今天是大姐夫和大姐的结婚祭日 什么祭日 纪念日 纪日 哎呀 哎呀 说错了不行了 纪念日 大喜的日子干嘛呀 对啊怎么了 二米 没事 没事 大姐夫 自己先聊点数啊 走大姐 哎哎哎哎 不是 二米粒 你等会儿 咋呀 你大姐夫就不能揉沙子 你啥意思啊 啥玩耍 啥意思呀赵刚子呀 你想说啥你说 我本来不想在我大姐面前揭穿你 还来劲了 给你留点脸 咋的了这是 大姐我告诉你 你这衣服有问题 地摊货 这衣服地摊货 你开啥玩笑的 地摊 这要是地摊货 你那也是地摊货 哎哎哎 怎么说话呢你 我什么身份呢 我买地摊货 我这商场买的两千块钱 一分都没少 再说 搞活动商场 一千八 一分都没少 看着我说 一千七百五 怎么的 看着我眼睛说 那行 我跟你说实话吧 一千七百二十五 再讲人就不降了 后来送了我两双袜子 哎哎哎 等会儿 咋回事儿 咋送你袜子 咋没送我袜子呢 那你得谈呢 你得会谈呢 我叱咋商海这么多年 两双袜子我搞不定 我还叫大企业家呀 那不行 我得找他要袜子 敲我两双袜子 我得要我裤头呢 你得打他 行了别去了 哪有回头找你 不磕着呢 我不是要东西 得证明咱这是商城买的 姐 你让他去 你让他去 我看上商场里边人搭理他 压根就不是在那买的 裤头 袜子 傻呀 哎呀 行了老婆 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不在乎 我在乎啊 行了行了 我姐既然不在乎 那我也无所谓了 假的穿着玩的 哎呀二米 这衣服真是你大姐夫在商场买的 我跟他一块去看的 我还试了呢 没我的号 你大姐夫前天特意请假给我买的 我证明 哦 买那天你没去 啊 明白了 明白啥呀你啊 就是你一上商场先溜达一圈 然后走到地摊 看着一模一样的 给我姐买了 就这么简单吗 哎 哎呦 等会我看看 等会上上上上 哎呀 哎呦 大姐夫 哎呦你高啊 就是 实在是高啊 啥呀 这事你应该早点跟我商量商量啊 咱俩一块 哎 到地摊上买 大姐这样的多便宜啊 你给我闭嘴 大姐 就这质量你看不出来吗 啊 你摸吗 我这个厚 你那个薄 你等会我看看 你你你这个是厚啊 那 你厚你管啥用啊 你厚你还刮肉呢 我们这个薄我们我们凉快怎么的啊 我们还显得挺瘦呢 你这就是地摊货 我们这 哎哎哎哎 别逮谁咬谁啊 我告诉你我这身份我买的就是商场的两千块钱 你买商场的 谁证明你买商场的呀 你有发票吗 我我我我我 我怎么没有发票老公把发票拿来看看 发票 我拿什么发算了 我拿什么发算了 拿发票 我拿 拿发票 拿出来了 拿发票 我有发票 你拿1725 是那发票吗 你就惹事吧 拿来 你就惹事吧 你就哎呀 看见了吗 发票 1560 1560 15 打变1560了呢 不是 人家这个牌子它打折 我三寸不懒之舌 1560弹下来的 行 顺芬 你行啊 1500给我报两千 是不是 你等我回家的 行了 行了 手上你 我跟你说 啥也别说了 看明白了吧 你这是1560的东西 我们是1725 媳妇 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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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给你了吗 发票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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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哑了 被哑了 我的天呀 地摊还能开发票 地摊上 你们咋这样的你们 你说你们怎么这样的 你们怎么不信人呢 你们就是地摊上的 你们这么着 我跟你说 这样 你跟着我 你去商城 那卖衣服的小伙子 还认识我呢 这不是干什么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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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站着 我还不是说 你大姐夫买的那裙子 它就是真的 哎呀 我替大姐呀 你行不行啊 这时候还替她扛 那件让我给退了 我这一条是在地摊上 花100块钱买的 啊 啊 你给退了 你 你为啥给退了呀 老公 你听我说 这 我怕什么呀 我这次是 就像我说 那天哪 那个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你也把那裙子对了吧 我想跟我大姐买一样的 为啥呀 把那薄写瘦 等会儿 哎呀 出一点影响 你说吧 大姐夫 我刚才听你说怎么着 你要买房子 买房子你可得好好看看去啊 都看好了 真的 小户型 啊 首付25万 嘿 我攒得差不多了 哎 行哎 我必须支持你 还差多少 还差20万 自己慢慢攒吧你 老公 哎 我对你有信心 对以后咱家的生活有信心 太好了 媳妇儿 我请你看电影去 看啥呀 青蛙总动员